这是睡眠 在我们的额头上面一点点 发根的地方 轻轻的按摩 你要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按摩的动作是写一个6 老师蔡英敏详细说明 每天如何按摩神经穴 可以帮助睡眠 这是由新医区公所举办的 新住民食疗按摩班 邀请专员多年的退休教师蔡英敏 分享各种健康观念 协助新住民朋友学习乐活养生素 住民的课程其实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大概时不时都会变换一下主题 那这一次呢 这个食疗跟按摩 算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主题 我们就希望说让大家来上课 都可以非常的实用 那都可以用得上 那当然这个食疗跟按摩这件事情 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贴近生活 那尤其像按摩这件事情 我们现代人 这个普遍压力都很大 那可能坐姿啊 滑手机啊 这个姿势不良 所以这个课程 一开放报名就非常的受到欢迎 几乎可以说是秒杀 这项课程共吸引了25名 来自中国香港 缅甸印尼等新住民朋友报名参加 学员们身心专注的聆听老师说明 更拿起穴道按摩器亲自按摩体验 直说很有帮助 因为这个课程是跟身体的健康 还有饮食的一些知识相关联了 那我们平时很想去了解这么专业 这么详细 所以很想借这个机会提升一下我们的一些理念啊 和想法这样子 本来就对这个有兴趣吗 有 平时有在家里随便乱按一些穴位 又很怕说按到不对即反作用这样子 就是喜欢啊 就是喜欢这种 就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都好 这个课很好啊 教我们按摩啊 保养身体啊 平常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吗 有啊 我们有去考一些症照 方疗事啊 就基本的经络啊 穴道啊 都会有了解一些 新医区公所方面还很贴心的安排 临时托育服务 协助照顾学员的小朋友 让学员们能安心上课 除了按摩外 课程内容还包括食物营养素的介绍 如何吃财不采雷 及健康好点子等 新医区公所区长陈冠林表示 今年下半年还会针对新住民朋友 开办美术等相关课程 欢迎新住民朋友报名参加 透过学习疏解身心压力 提升生活品质 享受热火人生 记者张旗腾 参与报导 字幕提供 维修